态度武统各是台湾与中国大陆的什么病 两岸民粹互相仇恨,但主流民意不对抗,论仇中仇台的最后结局 本文以两篇文论武统与态度,黄言星座武统不可采态度行不通两岸关系何妨带并延年 大义武统惨胜态度惨败建议托,众评设两岸民粹对立但主流民意不对抗 则说两岸民粹对抗并不等同于两岸主流民意的对立,后者就台湾方面的描述不合事实,以下简单介绍 在众评社快评两岸民粹对立但主流民意不对抗一文中,谈到疫情期间两岸民粹对抗的加剧尤其为明显 但主流舆论还是关心对方,祝福对方,为对方加油打气,大陆那边的主流舆论受共产党控制 我没看不知道,但台湾这篇的主流舆论有关新大陆祝福大陆,为大陆加油打气 难道众评社只看旺旺中国时报? 疫情期间台湾的主流舆论,我大概多多少少有看,台湾政府对大陆的评论,大概99%没有好话 陈时中一句选了国籍就要承担宣布撤回陆配子女路径规定,当时多少人叫好,这个才是台湾的主流舆论 当时台湾口罩就是不愿援助大陆并禁止出口,范伟奇骂苏贞昌狗官,结果引来全台痛骂 绝大多数台湾人宁可把口罩援助全世界就是不愿给大陆,这个才是台湾的主流舆论 当时确实有联合报中国时报的舆论主张应该伸出援手,但那是联合报社论才有的温情 如果看联合报的名人堂或YouMedia,仇中言论更是多不声数,而且联合报中国时报是台湾的少数舆论 真正台湾多数舆论是自由时报苹果日报乃至其他网路媒体如风传媒,aturday等 而且,即使联合报中国时报的社论有善意,那也顶多那几篇而已,固然中时系统可能全部善意 但联合报大概也只有纸本印刷的版本有善意,联合报的名人堂或YouMedia对大陆的善意根本就是凤毛麟角 若统计台湾所有舆论的善意与仇中的点阅比率,大概就是一两万人看比百千万人看的天差地别了 大陆对台研究的问题也就在这,异乡情愿地洗脑中国人民说两岸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血清,除了中国历史上父子兄弟相残一大堆外,台湾多数人根本把大陆当仇人与死敌敌国 固然中国共产党可以控制全中国的主流舆论,但人民只要接触过台湾人或能够科学上网,台湾人对大陆的真心痛恨当然一清二楚 诸如茶叶蛋,榨菜,用爱发电,土房子,只有招待反客刚朱镇去国台办狂欢地对台官员与买办才会又傻又天真的被愚弄 绝大多数中国人早就认知台湾气氛就是强烈的仇中 若真的探究中国官员是否认知台湾仇中,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看他们下重手全面封锁反对会台言论就知道 而黄年不断引用的桥梁言论,我也早就指出,桥梁并非真的反对武统,桥梁的真正主张是没有了,或大大降低美国因素,收复台湾,如探囊取物,欲佛杀佛,见僧杀僧,是看谁敢坐绊脚石 不能理解两岸其实彼此仇恨,大谈待病延年,大概就是把这个病当成一般的慢性病,而不可能对症下药了 退万不言,即使是一般的慢性病,在特殊疾病如COVID-19流行时,也可能很致命,两岸只要有一个特殊诱因,会发生什么事也很难说 两岸的真实情况是各自民意彼此痛恨,主流舆论不存在善意,正如抵抗力极差的绝症患者,外界的一点细菌病毒都不能接触,否则一点白霉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感染就会导致死亡 所谓待病延年是要两个毅然物放在一起然后希望不会发生意外,这当然是原木求鱼 仇众筹台的最后结局只有一个,大陆官方不想现在面对并且用会台增加全中国人的相对剥夺感,而台湾只感觉到会台与两岸贸易只有买办获利,并且台湾主流舆论仍然继续仇众,如果这样下去还不知道会有什么结局,那也没有看本文的必要了 风传媒报道有台湾人主张轰炸核电厂翻射YouTube 风传媒报道有台湾人主张轰炸核电厂翻射YouTube Blackjack 2021年5月30日 大雾顶下,武统不可采胎独行不通两岸关系何妨待病延年 2021年5月30日2点51分联合报,黄年